这个口感真的是脆呀 再给你们尝一块 听到了老三 唉 安逸尝的 不跟你们说的 我要开饭了 好吧 我们就做点这个法号的脆朵 来给大家煮一个非常好吃的江湖菜 双脚脆朵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呢 主要就是有大葱 千二斤条 和小米辣的三种 然后这个是昨天泡好的脆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条素 非常的饱满 然后我们把它抓一点起来 依次吃一碗 现在呢 我们来给这个食材盖好刀 把这个大葱切成薄薄 这是切二斤条 我们把这个二斤条切成粗粗粗 也可以叫做小段 这是红小米 我们现在把红小米盖到 同样把它切成粗粗粗粗 这次不是小圈粗 装起来 来 准备少许的鲜花椒 煮这道菜 姜葱蒜是少不了的 我们现在准处理 我们现在 Here's some 生姜 把那个印鲜切成 Sophia 然后再把它盖下 档类 出口口水 大蒜 准备一把葱子 把葱子切成粗一点点口口 鸡菇 烧一碗 现在锅烧热了,就给它下油 花芽菇 下一个姜 把姜蒜汁倒进去 少来点酸姜、酸海姜 再来点香辣酱 然后小火,加炒香 我们把这个香花芽倒进去 煮这锅火一定不能太大了 太大了,过后分钟给你看 你把里面调亮了,你炒出 蒜泡就炒香了 下青红香的 炒一下 炒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把杜料倒进来 加入少许的花椒酒 先大火,给它翻炒进去 还入味精几斤别打胡椒面 生抽 橙醋,点到锅面墙上去 橙椒油,这是自己煮的 好,现在把杜料倒进去 好,现在把杜料倒进去 出包 把杜料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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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上插上一点清淡的葱花 来上几颗漂亮的白芹麻 哎呀,这个味道好爽啊 美味起菜 一道麻辣鲜香 炊冷酸化的炊豆 双焦炊豆 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点完赞再去刷两遍 好,今天这个菜啊 煮法也很简单 应该大家都能学会 最最关键的是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脆度的法法 吃法要学会 要是哪个没学会 一切都是家大 这道菜也得煮不出来 我跟你说嘛 它的核心就在于 你怎么发着这个脆度 看起来安逸是不是 兄弟们 这道菜下饭下酒就相当巴适 哎呀,最近开始接酒了 你的办法呀 看到那么好的菜 也只能是吃点米饭啊 不过也安逸 这个下饭也舒服 好脆啊 好脆啊 好吃啊 这个又麻又辣 脆了很爽滑啊 安逸 这道菜啊 应该要找人来分享 刚才自己吃我就没得意识了 没办法呀 从这边倒出的 折的风那的风 因为以前的原因嘛 孤方至上有点 八日 好吧 这个视频都能够 拜拜